台北市兩鄉公會選佈 這禮拜機能掛價 一斤蓋三塊變三十四塊 三個介紹 對拜市開始蓋到十四塊半 消極火力配平說 這都進步的機能三小族行 堅持 國內的機能最近是 這麼多 經年還要蓋價 是很不合理的 而接著說這兩家都沒有感到記者 國內的機能的介紹已經連續 六兩國多個了 準備蓋價了 台北市兩鄉公會選佈 二百開始 國內配合一軍蓋三塊 也就是每台軍對三一塊 蓋到三四塊 三個介紹 三一開始來抵抵 每台軍會對二十一塊半 蓋到二十四塊半 根據農業部 國內三小族行憲 國內的國內列三樓已經連續兩星期 在二十一萬 七千收到十二萬六千收 超過民眾每天十二萬收 四九龍 哪一一收兩百粒來計算 每天生產兩路五村 超過一百二十萬粒 第一次消極火就規定說 過兩生產已經超過這個四九 也還要蓋價 市政府合理 懷疑兩家 決定是欠缺這個感動的氣勢 這種公貨以求的現象呢 照理來講應該是調漲雞蛋的價格 而不是調漲雞蛋的價格 那竟然呢台北市這一個 蛋商工會呢 竟然呢可以在一個會議的情況之下 決定要調漲三塊錢的一個蛋價 蛋價是蛋商跟蛋農代表 產銷雙方協調出來的結果 公民會也不建議我們介入 都會沒有說 假期把提供市政府適合的組織 讓兩生參考 將這期感謝介紹決定 所以說尊重他的決定 以來台北市兩相公會要強調 每一次介紹到金融跟南部 市貨人將分討論過 才決定這個介紹 就兩家對市貨人來說已經騙計了 記者 綜合報道